课句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定义的表结构 Blog表结构 Column里面的去 OK有了之前的工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去写接口了 我们首先把代码定位到什么呢定位到我们这个 之前返回假数据的那个文件就是这个controller里面这个blog.js controller里面blog.js 然后比如说我们看了get list的这个函数 它返回的还是一个假数据是吧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假数据都给删掉了 我们再不要假数据了 首先我们肯定要引用我们上一节刚刚做好定义好的那个exec那个函数 它是在什么地方在在db db mycycle里面 好 另外强调一下这个exec这个函数啊 在这返回的这个promise一定要注意这是个promise 因为接下来我们会对此做一点改造 好我们看怎么写呢 首先我们肯定要定一个什么定一个cycle语句 定一个cycle语句 因为我们要执行 用exec来执行嘛 exec来执行肯定是cycle语句对吧 然后cycle语句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定义的表结构 blog表结构 column里面 id title content create time 和author 对吧 好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们这么写 直接在一行算了 所以 select id title content author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写星也没问题 直接写星也没问题 因为我们这会去是会去所有的 直接写星号也没问题 因为直接不写不写星号 按着写这个 列的话其实就把所有的列全部写一遍 其实跟写星的 差距也不是特别大 然后 from blogs where什么的 where 我们先这么写 等会再解释 where1等1 然后空格 注意空格 注意空格 好 接下来 if author 就是如果那个author有值的话 我们再拼一个什么呢 我们再拼一个cycle 加等于 and author author 等于 说单引号 把这个author这个变量的值给它引进来 后面有空格 注意后面有空格 然后 if keyword有值的话 cycle 加等于 and title 我们keyword的值插title like like什么呢 一个单引号 两个单引号 然后百分号 把这个keyword的这个值给它弄进来 然后后面有空格 然后注意后面有空格 好 这个时候我们在cycle加等于什么呢 加等于 order by create time dic 分号 就是根据createTime进行倒计排序 对吧 好最后呢 我们就直接返回这个eic cycle 就可以了 注意这个连号返回的是一个 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好我们先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状态 小vr1等1 首先我们说vr 后面可以加好多条件 对吧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这个author和keyword的这个值都传入的话 我们这个cycle一句将变成什么形式呢 selecting号 fromblocks vr1等1 and author等于什么东西 and title like 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orderby createTime dse 倒许排列 那这个1等1在这 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你像1等1 这个条件就像我们写处一样 就永远成立对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写1等1有什么意义呢 大家注意哈 就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操作手段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写1等1 虽然说他永远成 永远1等1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成立的对吧 这个条件写也行不写也行 但他在他在这会占一个位置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这个地方不写1等1的话 我们该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删掉 把1等1给删掉 这个时候 这种情况下 万一 author没有值 keyword也没有值 这样的话 这个句变成什么 select信号fromblog where 直接加orderby 就会报错 对吧 就会报错 好 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不写where 不写where 肯定更加报错 不写where的话 那个如果 author有值 那我们就直接 select信号fromblog and author等多少 没有where条件 没有where 没有where 肯定会报错 所以说 因为author这个值不确定 keyword这个值不确定 对吧 所以说我们必须加个什么 加一个 where1等于1 大家看这个情况 如果我们加了 where1等于1 后面author和keyword 值都没有 因为 他们两个如果都没有的话 他结果就是说 select信号fromblogs where1等于1 orderby什么什么东西 以法正确 以法没有问题 因为1等于1 这个条件对吧 这个加个where 后面加1等于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 如果这个地方有1等1 如果keyword都没有 如果keyword都没有 那就是说select信号fromblogs where1等1 and author等于什么东西 authorby 这个时候也没有问题 语法也没有问题 如果这两个都有 如果这两个都有 那就是说where1等于1 and author等于什么 and titlelike什么 authorby什么东西 一些语法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这个1等1在这儿 取了这么一个作用 后面这两个不确定的情况下 我们这儿写个where1等1 然后后面这两个 如果author等于多少 我们直接就写and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虽然两个条件 后面如果有一百个条件 也这样写也没有问题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这个写法 跟这个同理的 还有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在写一些 比如说写一些URL参数的时候 比如什么什么什么 点HTML 然后问号k1等于v1 and k2等于v2 and k3等于v3 大家注意 这个问号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这儿的where对吧 那这个andfor 相当于这儿的and 像这种情况 如果拼接这种情况的话 也可以用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们拼接这个 这个这种形式的话 我们前面就是写一个什么 我们就写一个a等于100 或者a等于1 然后后面全是and 大家看这个结构就统一了 and v1等于k1等于v1 and k2等于v2 对吧 and k3等于v3 我们不用管前面有没有问号 不用管前面有没有问号 所以说这种写法是一些小技巧 但是会让我们代码呢 更加的简洁 更加的容易理解 所以说推荐这种写法 好我们保存 保存完之后 这是那个controller 对吧 controller完了之后 我们肯定要去改那个router 改路由 好路由打开blog之后 我们到面中的这个list 这个接口中 这个时候大家看 我们在执行的getlist 返回的就是什么 返回的就是个promise 对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 要先注视一下 我们promise 比如说我们用个result来返回 就不能用list data 这个时候 因为你的变量命名要符合语义嘛 对吧 list data一看就是一个数据 然后result呢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泛的一个类型的一个结果 好 它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对吧 因为这儿 我们刚刚注视了 它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个result的del 什么delzen delzen里面第一个参数就是list data 因为promise里面 我们这个 我们还追到这个函数里面去 promise里面result里面 这个result就是那个list data 好 继续写 这个时候有了list data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上面的写法 去直接去返回了 OK保存一下 这是router对吧 这是路由 路由写完之后 路由为什么用呢 路由被外面这个app的js来用 因为这个路由这个地方返回的也是一个 忘了加一个return 差点就造成错误 这个地方返回的也是一个promise对吧 因为我们路由返回的也是一个promise 之前这个return 直接return一个newsuccessmodel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一个return一个promise 所以说 在这儿 我们执行路由的时候 这个handle blogrouter这个地方 这个blogdata也是一个promise 也是一个promise 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这么写了 我们就写一个 比如说 叫blogresult 复制成这个 写错了 写错了 OK 振行这个返回一个promise 然后通过这个promise.zen .zen里面 它就有blogdata 然后继续写 好 有了blogdata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判断了 来去返回了 不是判断 当然我们这儿 根据之前的这个经验呢 我们还要加个if判断 比如说if 如果这个blogresult有的话 然后就继续去执行 没有的话 那就拉倒 好 我们把这个结果给注视一下 那我还缺一个return 如果有的话 执行完这儿 我们就直接return 不再往下执行了 把这个结果拷贝一下 然后放在上面吧 如实验 做个对比 看一下 之前的时候 这个handle的blogrouter 这个返回的直接是一个结果 是吧 直接是个结果的值 那直接是个结果的值 那我们就判断一下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response.end 直接返回就行了 然后完成return 现在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对吧 我们再看一遍 它返回的确实是一个promise 那promise呢 promise 我们判断如果有promise的话 就promise.zen .zen的时候呢 返回这个结果值 然后去 在这个地方去response.end 然后如果有返回结果值 我们这儿就return 这是我们的整个一个处理逻辑 大家看 整体来说 改代还不算少 就是从 一开始这个mySQL 执行的时候 返回一个promise 然后在controller里面 我们也同样的返回一个promise 在root里面 我们又同样的返回一个promise 然后在epp里面 我们又同样的返回一个promise 好 我们先看看控制台有没有报错 写这么多 好 果然报了一个错误 报错误是这个地方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 这是应该是一个config里面 这个编单写错了 应该是这么写 保存 OK 没有报错是吧 这个时候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然后我们就到命令行去跑一下 跑一下这个8080端口 API Blog List 好 大家看已经出来内容了 对吧 标题A 标题B 标题C 这说明是我们数据库的内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再看一遍数据库吧 找之前查询 Blogs时候的数据库 select信号 from blogs 然后执行 大家看标题A 标题B 标题C 然后张三 李四 张三 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 标题A 标题B 标题C 而且是根据日期倒序排列 大家看是不是 A在下面 B在中间 C在上面 然后后面是张三 然后李四 然后张三 OK 这样的话就跟我们的数据对上了 就说明我们代码的这一坨逻辑 都已经生效了 好 那我们把第一个接口调动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调 剩下的接口就方便多了 因为首先我们这个APP.js 肯定就不用管了嘛 这个MySQL的这个也不用管了 配置也不用管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 这个router里面的各个函数 以及controller这里面的各个函数 以及router里面的各个函数 对应的调好就行了 好 大家可能看这个地方很麻烦 是吧 一层一层的 对 它就是这么麻烦 因为它的逻辑摆在这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课程看似很简单 其实背后的复杂度还是挺高的 让大家不要怕 就是我们现在只是不建有任何框架 不建有任何工具来自己去手动开发 所以说你感觉很麻烦 但是这个地方也是学习原理 学习流程的时候 只供学习 不推荐工作中这么使用 我们工作中使用框架 使用工具的时候呢 这块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说我们这儿先咬牙 先坚持学习一下 它的一些 一部的一些操作 以及它们的一些对接关系 然后学习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去用 框架做的时候 大家就感觉 哇就非常非常轻松 非常非常简单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大家先跟着我一块看 先坚持着学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